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除草气候 留下的污染物质二恶鹰 边和空军基地层是美军存放成绩的地方 是越南县存最大的二恶鹰重污染地区 直播二恶鹰污染水平处于世界最严重之力 在参观叶和基地期间 马帝斯站在了一块画有骷髅交叉的标志的警示牌前面 这个警示牌例在这里的目的是让人们远离有毒的土壤 越南官员则向他介绍了大面积污染区的情况 在离开边和空军基地后 在胡志明市与越南方面举行的闭门会议上 马帝斯告诉他们 我到这里是来表示美国国防部对这一项目的支持 并表明美国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预计对成绩的亲力工作 将于明年初开始展开 据悉 在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军队投放了大量成绩 已经除藏身在茂密的丛林中的越共武装 但据美国退伍军人士误不诚 成绩的使用造成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帕金森市症 调列腺癌和慢性B细胞白血病 根据总部位于河内的越南成都记受害者协会的数据显示 在接触成绩的480万名越南人中 约有300万人仍在身受其害 包括在其父母接触成绩 多年后出生的患有严重残疾 或其他健康问题的儿童 美国刚刚在越南完成了一项为期五年 耗资1.1亿美元的清理计划 完成了对香港国际机场受成绩污染的土壤的清理 香港国际机场在1961年至1971年间 也是用于储存成绩的主要空军基地之一 而负责该项目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的官员表示 编合空军基地受污染的面积是香港国际机场的4倍 根据分达给记者的一份情况介绍显示 这项庞大的清理工程 预计将耗资3.9亿美元 继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RS-10 来自边河的一个土壤样板的毒性当量 JAQ超过国际限制的1000倍 一家私人咨询公司在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确定 受污染的土壤已经从边河空军基地扩散到附近的湖泊 池塘 小溪和海水沟 从而增加了需要处理的土壤和沉积物的数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 对公众的影响很难具体确定 阿德银在非常低的浓度下就能对健康产生影响 并且不同浓度的阿德银所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 编辑LWC